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午到的 但是 我们当时想的昨天就取 结果忘了 回趟家 把那个包裹取了 我们就 出发 我们家这个楼道 这个灯 这个灯 它不亮了 看是不是 哎 对 这就亮了 好了 这样 这样老妈就能看得到了 搞得半天就是灯坏了 好 全部弄好了 拿着纸 我们看看他们起床了没有 我们去吃一个早餐 我们就走了 今天 我们要去同仁 去干什么 我们在 网上二手车市场看到一辆 二手的2045 2045 一味壳的越野车 准备过去那边看看 看那个车况怎么样 然后看那个车实不适合改床车 适合的话 我们买一辆车出去野去 也没关系 我说舒服的 她说我要吃肉 那要是吃那辆牛肉粉了吗 就吃那辆牛肉粉了嘛 又近一点 现在下雨了 那辆牛肉粉关门了 上次回来就关门了 已经门面转让了 好 我们现在去吃一个早餐 冒雨 冒雨开车 给你加粉加肉好不好 双加 硬一点嘛 来 吃了呀 我要关门的干板的这个米皮 牛肉米皮是吧 牛肉米皮 然后我我吃了 然后来 你们点一下 来看看夹肉的 爽不爽 这是干板的 涛哥吃的是这个泡椒的 泡椒的 嗯 小花花吃清糖吧 他这个比贵州人还能吃辣的人 他居然吃清糖 好久都没吃了 那天就是想排队吃他的 嗯 结果人太多了 实在等不下去了 嗯 嗯 嗯 香 嗯 涛佐还买了一个同仁的油炸吧 这个油炸吧 其实泡这种粉汤面汤 特别香 小时候我们就这么吃 哦 很爽 吃不一口 好 我们回来了 收拾收拾 准备出发 准备出发 我们家怎么那么黑呀 那你的蛋 你的蛋 你在学多天天装 我拍 我给大家拍 你昨天怎么给我拿蛋的 个个大 你反不反 反不反 瞬间觉得这个蛋 瞬间觉得这个蛋真的 无妨了 外面下着小雨 也不影响我们出行 也不影响我们出行 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同仁 去这个这边的一个卖二手车的地方 然后 总公里数是318公里 要开三个半小时 但预计我们应该是要开四个半小时 因为这条高速都是全程120公里的 但是我们基本上是在90或者是100行驶 因为熊姐他们车开不快 好我们准备走了 出发出发 回老家咯 又回老家了 去同仁 这很巧啊 就正好在同仁那边就有辆车 我们正好过去看一眼 其实一直对这个2046 2045比较感兴趣 所以看到有的话 正好又在我们 必经之路上 回北京的必经之路上 我们就直接 过去了 现在这边不收费了吗 直接临时车就抬干了 这个停车场现在不收费了 我去 熊姐熊姐 这个停车场现在不收费了 你从那个抬干的就是进口那边 那边出 那边好粗一点 出口这边的那个道比较窄 行好了好了 不过我还没倒出去呢 因为你那边停车位上有个车 等一会儿 好嘞好嘞 喜欢肉肉夫妻的话点关注 强烈推荐评论转发 在我们这边下雨就爱雨起舞了 这边又开始了 好 然后还吓着小雨 好把房车我们开到了服务区 现在要去服务区 倒个黑水箱 哎呦 今天我们住车的地方 不一定有厕所 所以说咱们把这个黑水给排了 搞错边了 把黑水给排了 这样要方便生活一点 倒完黑水箱 我们继续出发 离目的地还有一百公里 还有一小时十八分 四点半能到啊 四点半能到应该还是可以看看车的 还有机会啊 还有时间看车啊 你就赶着过去看看 看看我们想买的车吧 走着 到了同仁兰所谓的 是万山区 排队接受检查 哎 这有辆2045不会是这辆车吧 许妆姐不会是刚刚过去那辆车吧 应该是吧 哈哈 我们过来了 他开走了 是 哇 这边这个万山区 修的还是挺不错的 这边这属于是同仁的一个新区啊 就是我的老家万山他们牵下来了 然后变成了一个万山区 好了我们 到了 就在这边 我的天哪 这不好停车 这咋停车 一百米到了目的地 熊姐咱要找停车的位置 先绕一圈看看 先绕一圈看看 你看 就是这的四方名车 到达四方名车附近 目的地铁在您右侧 哎我们刚刚过来了问一下 这个这个2015那辆车真的被开走了 你还过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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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他好久 好久回来吗 好久 他大概好久回得来吗 他明天好久回来咯 我到达四方 哎 往上啊 往上鲜鱼 哎对 喂 这里有个人 他在网上看到你 你师傅挂出去 这样要卖 他就来看车 你车呢 嗯 好像 好像 开出去了嘛 就是我们在路上碰到的那种 刚才那个就是 对对对对 就是那辆车 正好 正好开 你去哪里的人 鬼样呢 鬼样呢 不是鬼样呢 啊 你今天再同人吗 今天在 明天在吗 明天不一定 你觉得明天几点钟 他他今天晚上就要回来 今天晚上回来 那明天 我明天早上我们看吧 哎那刚才这种那个就是他 就是他就是他 就是他 他留过他的好码 明天你到点儿 我留外上去做我回来 继续 Elizabeth 你带个晚上去的东西 行吗 你带个晚上去的东西 啊 可以可以可以 完美的擦肩而过 行行行行 好好好 你留个好码吧 去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